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以仁 南加州灵伦剧坊近日召开了记者会 介绍了即将为社区带来的演员培训班 并将今年演出的舞台剧 《落成7号部分收入营云》 捐赠给华裔残障者家长协会 关爱和帮助华裔残障儿童及家长们 南加州灵伦剧坊近日召开记者会 介绍了即将为社区带来的演员培训班 并将今年演出的舞台剧 《落成7号部分收入盈余》 捐赠给华裔残障者家长协会 关爱帮助华裔残障儿童及家长们 《灵伦剧坊》社长刘焕军在记者会上表示 《灵伦剧坊》成立于1983年 已有30多年历史 是南加州历史最悠久的戏剧团体之一 今年成员们将以崭新的风貌与大家相见 参加各类桥社活动 带来小品 短剧 舞蹈歌唱等节目 我们在7月8号 我们即将要开启一个 2019年《灵伦剧坊》演员培训班 我们《灵伦剧坊》是一个提供了一个平台 给我们所有爱好舞台剧的业余演员们 有一个发挥的空间 当然我们虽然是业余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发挥到最好 所以演员培训班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来增进我们的演技 我们希望经由这个的课程 能够增进我们自己的演技 同时储备我们演员的人才 为了我们将来 林伦所有的演出做更好的准备 剧坊同时也不忘公益 剧坊向华裔残障者家长协会 捐赠了1000美元 这几年来我们在提供给孩子服务之余 我们就是努力要兴建一个活动中心 那现在我们的地已经买好 也已经举行过破土典礼 可是我们的经费还是差了一截 所以我们在继续努力 希望能够给这些特殊的孩子 有一个活动的地方 一个属于他们的家 那《灵伦剧坊》从来没有遗忘过我们 所以他们如果有盈余的话 都会捐给我们 那我们也很珍惜他们的爱心 所以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利用这份捐款 《灵伦剧坊》也将于7月8日 开始《灵伦剧坊》演员培训班 由曾经导演过 落成7号的摩根担任指导教师 希望通过培训班 提高戏剧表演爱好者的表演能力 同时为剧坊处备人才 中天中望采访报道